公司新来的助理发了条朋友圈 他挽着男人的手臂 笑得甜美 配文茶里茶气 谁不是个有哥哥宠的小宝贝 我看着照片里男人的衣领 没忍住笑了 八年了 你总算出轨了 依依 公司新来的助理发了朋友圈 他挽着男人的手臂 在车里笑得甜美 我看着照片里男人的衣领 没忍住笑了 八年了 你总算出轨了 这条领带正是我今天早上亲自给他系上的 也是我前年送他的生日礼物 只不过 顾晨不知道我当初选了多久 自然也没想到 只是一条领带 我就能认出他 想到这里 我看向了手机屏幕 聊天框对面的闺蜜黄英 还在继续和我八卦 你看看他这嘴脸 拍照还硬要亮个路虎车标 金项链放C位 土不土啊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绑到了大腿似的 谁知道他边上是个什么老头呢 对了 我记得你家顾哥的车 好像也是这个款 说完 大概是怕我看出他的试探 他又发了个小猫挠头的表情包 洋装好奇 但我只是抬了抬眉毛 没打算正面回答 我没刷到这条 他把我屏蔽了 然后直接发了个200块的红包 去评论区 说住他们长长久久 问他男的是谁 黄英没收红包 敲了个问号 于是我又发了个2000的 正愁每个月上百万的零花钱 没地方花泥 再让你认识的人也去问 有一个问 我给你加1000 你找来发评论的 我也给每人1000 凭截图领钱 按耳 黄英立刻收钱 发了个敬礼 小英子遵命 而后 不过半个小时 那个小助理在无数祝福声中 删掉了这条朋友圈 我动动手指 副帐 黄英把其他佣兵的钱发出去 净赚的钱等于他三个月的工资 他有些意犹未尽 可惜了 这就善了 清姐呀 这姑娘平时就在顾老板办公室上班 你要是真的想知道 要不我之后会报工作 顺便帮你问问 这就是我喜欢和黄英相处的原因 虽然他从不用真心对我 但他很实实物 而且 只喜欢钱 他知道什么事不该戳破 也知道怎么替我隔应人 我想过 如果是在古代 他可能就是皇后身边的容嬷嬷 付费版 算了 小姑娘害羞的话就别问了 才刚刚把消息发完 关上手机屏幕 身后就传来了开门声 我不动声色的嘴角 站开一抹笑容 迎接归来的男人 回来了 这么晚啊 顾晨愣了一下 他看着今天特意换上月白色里裙的我 又看一眼桌上已经凉了的饭菜 好像想起了什么 他脸上露出一抹歉意 垂下睫毛 微皱着眉头 和初见时候没什么两样 他上前 想抱住我 轻轻 对不起 今天公司有事 公司有事 我笑了起来 和公司里的情人约会 确实算公司的事 但我没说话 只是往后退了一步 躲开他的怀抱 顺其自然走到了餐桌边上 拉开椅子坐下 没事 来吧 快坐下 我也挺久没做菜了 来尝尝我做的会牛肉 看手艺 有没有退步 三 顾晨对我的闪躲有点诧异 但只是点点头 硬喝着我坐到了餐桌对面 会牛肉是我们才创业时候 他最爱吃的菜 牛肉贵 几个月才能吃一次 现在我也会在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做 他埋头吃饭 一言不发 除了婚礼上交换戒指 这是我第二次那么严肃的打量面前的故城 他还是没变 就和上学时候一样 从动作到神情 文质彬彬 只是病角多了些许半白 脸上也多了点壶茶 才证明这些年的时光并非虚度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 放下了手中的汤勺 看着我 嘴角是温和的笑意 轻轻 我这两天实在是忙昏头了 本来礼物都提前准备好了 给你买了你以前说想要的项链 却丢在了公司 怕我不信 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可以问路子 他帮我买的 我当然没打算问 因为那条项链我才见过 就在某个小姑娘发的照片里 哎呀 去年的话的亏你寄到现在 只不过我早就已经自己买了 这条你还是退了吧 我知道你的心意就好 只可惜 八年了 我们过的第二个结婚纪念日 却这么仓促 听到我不要礼物 固尘神色明显放松了些 但他看向我 依旧满是愧疚 轻轻 你别生气 我看着他这副弃犬一样无辜的样子 心里却觉得好笑 谁能想得到呢 现在这个满脸歉意的男人 为了和他的小情人约会 让我在家里等了整整六个小时 等到十二点四 当初不是想着二月二十九这个日子有意义吗 没想到太久不过了真就容易忘 嗯 话都说到这儿了 不如今天我们就过个特殊点的纪念日 我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他身后 弯下腰 我在天海酒店订了一间总统套房 现在还留着呢 不如你现在开车过去 听到这句话 固尘停顿了几秒 而后 他转过身 搂住我的脖子 在脸上来了一吻 他看着我嘴角带笑 轻轻 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去酒店 家里还不够大吗 一边说着 他温暖的手掌抚过我的肩膀 固定着整条裙子的肩带轻轻滑下 我没说话 只是笑着闭眼 迎上了他的吻 哎 牛肉的味道太腻了 混着香水味 真恶心啊 二 最终 他和我的前犬只持续了十分钟都不到 但这也是最近这几年 他的平均水准了 我没什么好埋怨的 就三十岁来说 他尽力了 这倒让我更加好奇了 他在我面前这样子 却有兴致去和小妹妹玩 现在已经是半夜 白天应该确实是累了 他睡得很快 我轻手轻脚起身 再次拿起手机 翻找起聊天列表 帮我写份离婚协议 对面的王律师吓得发了一句卧槽 又马上撤回 改成问号 你和顾老板吵架了 我笑了 你没领到我发的一千块 王律师也算是我们创业之初就合作的老朋友了 有个自己的律所 兼职公司的法律顾问 也是我的老同学 我这一句话就已经足够 他把所有东西猜个七七八八 清姐 你怀疑顾老板出轨 就凭一张没脸的照片 顾老板不是这种人 熬了那么多年才熬出头 别冲动啊 清姐 顾晨确实不是会轻易露出马脚的人 但那个耐不住性子的小姑娘就不一定了 不怪王宇惊讶 当初我陪着顾晨从校服到婚纱的故事 可以说是在同学里人尽皆知 哪怕是现在 我想起她在操场上举着花 满脸通红和我告白的场景 我也还是会弯起嘴角 但我手上打字不会慢 我现在不冲动 过两天可就比不过年轻小妹妹了 爱是会过气的 那不如在转移之前变现 王宇 王大律师 你有今天 再怎么也得算上 我给你介绍那么多客户的功劳 你亲自接我这个案子 行不行 就你的经验来看 我还需要多久才能离婚成功 对面的王宇沉默了很久 大概十分钟之后 才回复 给我点时间你合同 你还是在想想吧 你要是下定决心 我会尽力帮你想想 我已经想了不知道多少次 但我只是回了个恩 第二天一早 顾晨吃完早饭 我也换好了衣服 他有点惊讶 你要一起出门 我几年如一日的给他系上领带 我虽然不用管事 但也是公司的股东 听说最近财务出了点问题 我去审查一下 他倒是淡然 轻轻抱了我一下 一如既往的温柔 好 别太辛苦了 六 而后自然的看了一眼窗外的阳光 说道 最近有点热 我先把车里空调开上 你慢慢下来 不急 我点点头 走到一边 不仅不慢开始选 今天拿什么包 看着顾晨火急火了下楼的背影 我忽然觉得有点可笑 真贴心 明明是白手起家 创建其整个故事集团的大老板 为什么会因为出轨快要被发现 急得这种别角借口都想得出来 但他害怕 就说明他愧疚 要让男人感觉到愧疚是很困难的 还好 上车的时候 香水味不中 也没发现口红一类过于私密的东西 虽然还有几根长头发和一丁点打扫之后的水字留在副驾驶 但我选择了坐后排 所以不碍事 下了车 我没跟着顾晨去他办公室 而是和之前说的一样 直奔财物 黄英当时正在和几个新来的实习生说话 看见我也有点惊讶 清姐 你早说你要来啊 我给你杯茶 说着 他喊了个小实习生去泡茶 我把崭新的香奶奶新款包放到他桌上 然后坐到一边 点头示意他们继续谈话 散散心 黄英习惯了我隔三差五的到访 毕竟我之前就是从他这个位置退下来的 在旁边看着也不碍事 我花一个上午查了账 出问题的是新人做的账目 因为不熟所以出了问题 问题不大 只是有些细节没处理好 直点两句 然后就不需要做别的事情了 我又在办公室待到了晚上 七 到了下班的时间 部门其他人都走了 黄英才把桌上的香奶奶拿起 再次看向我 清姐 你晚点是不是要去接一下顾哥 今天顾哥请客 带新来的小孩们聚餐呢 我看着他的笑 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 好 三回家收拾了一下 轻车熟路准备好醒酒茶 放到保温袋里 然后出门 天气很好 恰到好处的下了雨 我开车到了黄英给我的地址 很漂亮的日式烤肉店 适合聚会喝酒 气氛很好 年轻人喜欢 在门外我特意淋了会儿雨 让我看起来够可怜 但是又不至于难看 才走进饭店 我就遇到了陆子 他是顾晨的哥们儿 也是新人培训部门的甩手掌柜 他看见我的瞬间就愣在原地 在瞥了几眼身后热闹非凡的包厢之后 他慌张地走到我面前 清姐 你怎么来了 我笑得温和 把面前这个男人的局促尽收眼底 是共犯 还是纯粹出于所谓兄弟情谊的包庇 都无所谓 他如果不知道我才更难办 他顾晨喝多了 我来接他 陆子有点诧异 大概是在猜我的心思 但我懒得理他 直接推开了包间的门 一时 本来喧闹的包厢安静下来 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包括顾晨 和他身边那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多的小姑娘 我打开门时 那个小姑娘几乎整个人贴在顾晨身上 手正紧紧挽着顾晨的胳膊 他脸颊微红 像是喝醉了 本来就轻力精致的脸 多了一丝迷蒙 很诱人 把和他脖梗上可称华丽的项链格格不入 顾晨虽然轻皱着眉头 但手里正在给他夹菜 看见我 顾晨才积极放下手中碗筷 却没有站起 应该是怕惊扰身边醉酒的小姑娘 他看向我 皱起的眉头不知道是慌张 还是不悦 清清 你怎么来了 身后的陆子这时候追了上来 连忙向众人介绍 这位是洛青 我们集团的大股东之一 公司前任财务部部长 也是顾总家事 顾夫人 大家快喊老板娘 我把沾湿了的头发捋到一边 露出个得体的笑容 哪有这么娇的 我也没差你们多少岁 老板娘听着多吐 都叫我清姐就行 场内那些满脸茫然的新人总算搞清楚情况 忙不迭 纷纷起身 一口一个清姐 我一边微笑硬喝着 一边悄悄打量众人 他们虽然表面上恭敬 但目光却总往顾晨身边的小姑娘身上飘 眼中多半带着戏谑 揣测以及幸灾乐祸 原来这是个人尽皆知的秘密 在他们眼中 我大概正在上演正宫桌间的戏码 但我偏不 我招呼着众人坐下 然后走到顾晨面前 我将手里的饧酒茶放到他面前 然后直视着他的双眼 人家新来的小姑娘 别让他喝太多 我给你带的醒酒茶 你们分着喝了吧 说完之后 我又扫一眼周围的众多小年轻 今天这顿我请客 大家放开了吃 千万别客气 但是酒别多喝 明天还要上班呢 酒 然后又看了一眼顾晨 对他笑了一下 走出门去 或许是我运气好 我到家之后 外面的雨才下大 洗了个澡 披上浴袍 打开电视 随便找了个电影 我听着雨声 在家里等着 顾晨很晚才回来 他浑身都是酒气 身上还淋湿了 走路都得扶着墙 似乎没想到我还醒着 看见我的时候愣住了 我上前扶着他 轻声道 说了别喝那么多 你上次体检就干不好 大概是酒精作祟 他忽然显得不知所措 露出了孩子一般的局促 他用力地抱着我 声音有点颤抖 轻轻 你不要离开我 轻轻 我爱你 轻轻 喝 男人 九到七分醉 眼到你流泪 但顾晨现在实在是很落魄 像真的受挫了一样 我哄孩子一样 轻轻拍着他的背 你喝醉了 我给你重新泡杯醒酒茶 他听见 闹得更厉害了 我不喝 我要你 轻轻 我真的记得纪念日的事 我只是害怕回来看见和那时候一样的你 你别走 我又重复了一遍 你醉了 四 那之后 又过了好几天 顾晨好像完全不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 每天起床 上班 回家 甚至回来的比往常还早 隔三差五 还会像恋爱时候一样 给我带几朵花 黄英暗戳戳地说 之前那个小助理已经被开除 顾晨最近专心工作 更顾家了 真让人羡慕 陆子更慎 先是把那条项链送来 特意说是顾晨托他买的 老早就交代了 是他忘了给顾晨 十 我给黄英发了个红包 只说谢谢他 没说谢什么 我收了项链 没拆包装 直接挂在咸鱼 但我并没有和顾晨冷战 相反 我比过去八年对他还好 每天早起做早餐 晚上等他回家 在他放假时候和他一起去看电影 在他应酬时候 陪他一起出席 我们就像回到了热恋时期 就这样 过了有快一个月 在外人看来 我们越发甜蜜 我却在思考 难道我低估了他的耐心 还好 在某一次 接顾晨下班回家的时候 我期待的场景终于出现了 那个楚楚可怜的小姑娘 眼泪汪汪 身上是一件宽松的鹅黄连衣裙 站在公司门口 现在我才发现 顾晨说的话有一句是真的 他的眉眼确实和我年轻时候有点像 顾晨看见他的一瞬间 脸上写满了诧异 月 叶月灵 我现在才知道 他叫叶月灵 公司现在早就下班了 没什么人 叶月灵的哭声回荡在大厅 听起来格外可怜 他扑到顾晨怀里 抽抽搭搭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今天中午为什么不回来 我答应你可以不要名 不要钱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是喜欢你而已 你每天中午回来吃个饭也很难吗 顾晨一时僵住 他看着我 难怪这段时间他这么安分 原来是因为顾晨时间管理的好啊 我看着叶月灵身上这一身奢侈品 就连拖鞋都是LV 一双三四碗 只觉得他那句什么都不要实在是滑稽 11 最终 顾晨推开了叶月灵 他的目光在叶月灵身上停了又停 最终还是拉上我的手 转身离开 叶月灵 别发疯 我清楚看见 叶月灵的脸上的不可思议一闪而过 不过马上又换成了惹人恋爱的悲怆 他的声音很冷 带着颤抖 你对我绝情就算了 难道连你的亲生骨肉也不想管 顾晨停下了脚步 转过身 他的声音也在颤抖 你再说一遍 叶月灵声音带着哭腔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两条杠的验韵棒 我说我怀孕了 我们现在有孩子了 你不能抛弃我们两个 顾晨果然如他所料的转身了 他看着顾晨一步步靠近 委屈极了 眼泪滑落 他向顾晨伸出手 想要获得一个拥抱 他却被顾晨一巴掌抽在脸上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顾晨 捂着瞬间红肿的半边脸 这下真的疼到流下了眼泪 你这是干什么 他抬眼 对上的是一双满是红血似的眼睛 往日里温文尔雅的顾晨 此时像是被触怒的野兽 瞪大眼睛看着他 呼吸粗重 仿佛要把他生吞活泼 臭婊子 我干什么 你自己知道你干了什么龌龊事 叶月龄吓得腿一软 重重跌坐在地上 而后 红色的鲜血 慢在他身下蔓延开 他脸刷的一下就白了 痛 好痛 救命 救命 他蜷缩在地上 倒吸冷气 可顾晨看都不看他一眼 转身就来拉我的手 走吧 轻轻 我没动 我拿出手机 打了120 12 在救护车到达之后 我跟着一起上车 去了医院 吴 叶月龄是在第二天醒来的 他醒来之后 看见的第一个人 是守在床前的我 我猜他心情应该不是很好 或者 他根本就没空想这些 他看见我就问 我的孩子呢 我只能摇摇头 如实相告 没了 他眼中的神采瞬间就消失了 好啊 加上这幅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更像现在的我了 叶月龄哭着抓住我的肩膀 捏得我生疼 你骗我 你这个下不出蛋的母鸡 敢害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啊啊啊啊啊 我没说话 任由他发疯 过了一会儿 他又像是想起来什么 松开我 掀开被子 看向自己的下半身 想要把护士为他换上的电料撕开一看 究竟 不会的 只是摔了一下 不会的 我怕一会儿血到处都是 不好收拾 按了铃 叫来了护士 就这样 我 护士 医生 几乎每个人都和他说了一遍 他的孩子没了 他才终于承认事实 我又一次回到他病床边 他现在安静的像是已经死掉了 芝木那的看着窗外 我开口 医生说 你已经是习惯性流产了 所以治胎之后 你也很难有孩子 我就你 不是因为可怜你 这都是你自找的 我只是怕你死的不明不白 所以我要救你 再告诉你 为什么你的伎俩没用 因为你和顾晨不可能 也不能有孩子 一月零眼睛动了 空洞的看向我 带了一点微不可查的诧异 十三 没错 我们那么多年没有孩子 不是因为我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定在2月29 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因为那一天 本来是我和顾晨第一个孩子的预产日 当初创业的时候 顾晨每天都很忙 忙得脚不沾地 我也一样 当时我才毕业没多久 一边复习 考各种经济学相关的证件 一边打工补贴家用 还要帮忙顾晨才起步的生意 但是年轻啊 总是有活力的 白天忙十几个小时 晚上还有精力缠绵温柔 我那时候心怀希望 相信苦日子熬过去了 一切都会变好 甚至很享受那时候充实美满的生活 然后某一天 我同时得到了两个消息 第一 顾晨风投的第一笔钱大赚 我们手头的钱翻了好几番 直接步入中产阶级 第二 我怀孕了 顾晨很高兴 他家里只有个爷爷 年岁已高 他希望他爷爷能在过世前 能抱上孙子 现在总算有了孩子 他当然高兴 我虽然觉得那时候要孩子在时间精力上很勉强 但他坚持留下来 并且告诉我 现在家里条件宽裕 他也会尽力照顾我 软磨硬泡之后 我们开始了一边继续创业 一边被产的日子 资产变多了 自然生意更大 更忙了 一开始 他每天还是会抽出时间 和我肚子里的孩子说话 哄我睡觉 给我按摩水肿的腿脚 但是后面几个月 公司到了关键时期 他越来越忙 很少再回来 他虽然给我请了看护 但我心里总有不好的预感 十四 按理说 这本该是个在春天出生的孩子 说到这里 我停了下来 后面的故事很好猜 越到孕后期 流产风险越大 后果也更可怕 一次疏忽 看护不在 我没了孩子 身上留下了大片 再也削不掉的妊娠文 我第一次提出了离婚 故晨这时候开始万般悔恨 好像当初那个硬要留下孩子的人不是他 连续一个月没回家的人也不是他 我流产大出血进入ICU没到场的人更不是他 他痛哭流涕地求我 在病房外面没日没夜地等着 说对不起我 说他会平衡好工作 好好陪我 等我们的第二个孩子 听到第二个孩子 我冷笑了一声 把他赶出去 我本来铁了心 但是最后他那已经年近八十的爷爷走进了病房 老泪纵横 说他们家对不起我 有时我就父母离异 获得我抚养权的母亲也在我年满18之后 因为重度抑郁进了精神病院 我体会过的为数不多的亲情 是来自顾晨家 实在是看不得老人这么伤心 我还是妥协了 只不过在他爷爷回去后 我和顾晨定下了规矩 他必须去结扎 在我想要孩子之前 不能做腹痛手术 他答应了 一个月后 他给我补上了之前没办的婚礼 结婚纪念日也改在了那天 2月29 听到这里 夜月灵迷茫的眼神中有了些许波动 他看着我 吸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 又合上了 我站起身 你的医药费我已经付过了 你康复之后要走 还是要闹 随意 15 我不在意真相到底是什么 你以前为什么流产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与我而言都不重要 然后 我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时 夜月灵忽然喊住了我 洛青 顾哥他很爱你 我脚步没停下 别这么说 太下见了 6 我回到家的时候 顾晨就在客厅 顾晨一改往日里那富淡薄儒雅的模样 一夜之间满脸的胡茶 头发又白了不少 他摊坐在沙发上 周围是打翻的酒瓶 白的皮的都有 我皱了皱鼻子 绕过他 他却忽然惊醒过来 看见我之后 几乎是发狂一样 亮亮呛呛走到我身边 缓住我的腰 轻轻 你别哭 你不要再哭了 都是我的错 我会补偿你的 我再也不去找叶月灵了 你原谅我吧 我文言摸了摸自己的脸 啊 原来我还是会流眼泪的 还以为我的眼泪早在八年前就流干了呢 放手吧 我昨晚上没休息 我要去洗书睡觉了 顾晨低垂着脑袋 把下巴放到我肩上 声音很干涩 轻轻 你是不是还在吃醋 我只是把它当你的替代品而已 我实在是受不了 他这副腔调 转过身 回报住他 学着叶月灵做出一副柔弱的样子 我很累了 让我休息去吧 他抬起我的脸 将我脸上的泪痕擦干 然后又吻我一下的眼角 确认我看起来真的没事之后 踩点头 好 我也要去休息 我和你一起 洗了个澡之后 舒爽了许多 也不知道顾晨昨晚上喝了多少 反正他一沾枕透就憨声连天睡着了 十六 我走到储物间 把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提上 然后拿出手机 找了家政阿姨 叮嘱他不要打扫卧室 把顾晨吵醒 顺便向他安排了晚饭要多加一份酸奶醒酒 便直接离开了 我在顾晨集团上班的时候攒了不少钱 除去顾晨每天的吃穿用度还能剩下很多 所以我在城市另一边还买了栋房 在我妈妈名下 顾晨不知道 才回到家 把行李箱放下 扫尸一眼周围 妈妈不在家 但是房间刚整理过 看来她是去医院复查了 把行李箱丢到自己的房间 我转身又出门了 律所里怎么样 证据确凿了 王宇给我倒了杯咖啡 我摆摆手 没要 你要是想的话 我甚至能把证人找来 怎么样 现在我能分到多少 王宇挑了挑眉毛 将手中的文件放到我面前 打亮我的眼神带了一丝笑意 清洁有魄力 够清醒 不用证人 你交给我的这些他们同居的证据 就足够你分到顾家六成的资产了 一边说着 他脸上有一丝难以抑制的喜悦 这案例 简直可以写进我们律所的履历里啊 看着他这副喜悦的样子 我倒没那么激动 那你先把合同给我 还要做好 可能要去法院上诉的准备 不一定能协商成功 王宇应声 拿出了一叠文件交到我手上 又招呼律所里的其他人继续忙活 直到我走的时候 我听见他低声叹了一句 只可惜了 当初看着这一对 还以为世界上真有爱情呢 十七爱情吗 我走出门的时候 轻笑了一声 爱情啊 只是错觉而已 七顾晨能找上门来 我毫不意外 毕竟我也没有刻意隐藏过自己的行踪 那天我陪我妈散完步 买了菜 说说笑笑往家里走 打开电梯门 却看见一个一米八的大高个 站在门口 手里捧着一大捧玫瑰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他看见我的时候 眼睛一亮 看见我妈时 却又局促了不少 妈 清清 你们回来了 他走上前 想要从我妈手里把菜接过 我不幸的童年 多半来源于我妈失败的婚姻 其次是他被婚姻摧残到崩溃的精神状态 不过这几年有了钱 好像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 他恢复得很快 甚至喜欢上了旅游 时不时自己一个人出去转悠 见了很多人 心态平和了不少 我妈没把菜递过去 只是打开指纹锁 溜进了厨房 我做菜 你们慢慢聊 这下顾晨更加不知所措了 他跟着我一块换血 两人去了书房 放下手里的玫瑰 才再次开口 清清 你怎么忽然就搬出来住了 咱妈什么时候出院的 我都不知道 我走到一旁泡了茶 递给他一杯 清清的下一口 才在他对面坐下 这还不明显 我在和你分居准备离婚啊 顾晨有点不可置信 我从一旁的抽屉里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递到他面前 顾先生 请你签字 顾晨看一看离婚协议 又看一看我 好像没法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18 你确定 你真的考虑好了 我笑了 再次打量一遍面前的顾晨 他比之前要憔悴了不少 衣服也有点皱皱巴巴 领带系歪了 每次他自己戏都会这样 我点头 这份离婚协议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签好了 顾晨咬了咬牙 看我的眼神几乎有一点愤怒 但又非常迷茫 为什么 我还有哪里不够好吗 是啊 他怎么会明白呢 他大概觉得自己能改的都改了 可是他不知道 改了并不代表没发生过 他不知道 我问过他为什么他开会时候就喜欢往左边看 他和我解释是因为我以前坐他左边 我却发现只因为黄英习惯打扮时尚 聊头发时容易走光 他也不知道 我有一次想去公司给他送午饭 却在办公室外撞见一个女下属正给他系领带 两人贴得很近 几乎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那天晚上 他衬衫上全是别人的香水味 还有很多 很多 他身边总是有很多女人 他总是扮演着公平温和的绅士 不主动展露自己的私心 也从不拒绝 直到最后 叶月灵跨过了那条界线 我看向面前的顾晨 他就像是我心里某个已经坏死的部分 当初的怦然心动 现在来看 泯然众生 你很好 但是我这次选我自己 顾晨也开始变得和叶月灵一样 欲言又止 他最后还是签了 如我所料 他就吃这套 哪怕为了体现他对我的爱 他也会顺我的意思签字 没白费我这段时间 扮演痴情受伤的女人 他签完之后 还见兮兮的问我 十九 那之后我们还会见面吗 我还是会继续爱你的 我们还能重新开始 一桩心愿了结 我心里放松不少 收起离婚协议 摊坐在椅子上 或许吧 毕竟你的房子我不想要 车子我也不想要 我只能分走你手上的股份 所以我们至少在股东大会 还能见到 八 把顾晨送走之后 我就和妈妈出去旅游了 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总得早点事做 我不想让顾晨来烦我 他欺而不舍地和我打视频电话 甚至在一个月快到的时候 和我聊起他爷爷 于是我劝他 去把肤通手术做了 早点找个好姑娘 他爷爷死前还能抱孙子 他不敢再提 一个月过去 正式离婚 股份到手 又过了半年 夜月灵来找我 他送了我一把花 和我说 他对我离婚很愧疚 他家里穷 为了上大学的学费 当过别人的小情 堕胎很多次 所以他当初是真的很卑微 很喜欢顾晨 哪怕当小三 当我的替身也不介意 他说 那个孩子真的是顾晨的 不过他现在已经和顾晨断绝了关系 把所有奢侈品都卖了 有点小钱 准备出国去 开个小店 过平稳的生活 我收了他的花 但是给他打了一笔钱 我说我应该谢谢他 不然我可能还会犹豫 也分不到那么多钱 他似懂非懂 也说了句谢谢 又过了两个月 故事集团开了今年第40次股东大会 我回去就把故事集团的股份都抛售了 重新投资了一家金融公司 顺便把黄英挖走 让他当那家公司的董事 黄英不愧是掉钱眼里的女人 简直天生就是干金融的料 在他的带领下 公司稳不上升 虽然规模比不上故事集团 但是我能拿到手的钱比在故事多得多 钱多起来我没事干 就捡起了以前的爱好 偶尔画画 偶尔陪妈妈旅游 时不时去时装秀 看看帅哥 无忧无虑 在后来 因为我少有在家 顾尘抱着花 在我家楼下出现的身影越来越少了 我和顾尘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他爷爷的葬礼上 那时候 我一袭黑裙 站在悼念的队伍里 顾尘胖了很多 胡子拉茶 和大部分爆发户土老板没区别 身后跟这个小男孩 和他不像 没看见女人 我们摇摇地看着对方 看起来去像是差了半儿 他认出我 脸上的肉抖动片刻 像是要哭 又像是要说话 最终别过头去 躲到了灵堂后 听说 他再没有娶妻 但有私生子 他被那些想凭借孩子上位的女人闹得心烦 年纪轻轻 把资产全捐了 再无音讯 不过这和我没关系 我手握几十亿资产 还有大把的时间 美好自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